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晋升特异的我下面给你吃 今集就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菜式 就是火腿粟米肉粒配大甲手工面 我们现在立刻看看什么材料 今次我们就会用到大甲手工素面 然后就会有一罐粟米粒 然后有火腿 一块瘦肉 少许蒜头 一只蛋 调味料方面非常简单 鹽和胡椒粉 还有少许牛奶 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做 两三粒就够了 蒜头是用来爆香肉粒的 这首感很奇怪 我买了一块瘦肉 我现在把它切粒 我想我不用太多 這一塊買了18元在超市買的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份量 其實這裡我想四、五個人都夠吃的 切完肉粒就可以放在碗裡醃一醃 調味料非常簡單 加少許胡椒粉 少許鹽 喜歡的話可以加幾滴麻油 調味 拌勻後放在一邊醃15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先處理火腿 好 欸 不用要男人都可以的 完成 浪費了 加少許油 先把肉粒爆香 先把肉粒放進去 現在把肉粒放進去 把肉粒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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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肉粒放進去 然後我們會加少許水 拌勻 大家一定要記得要攪一下底 因為很容易會黏在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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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蛋 做蛋花 把肉粒放進去 然後我們加入牛奶 然後加入牛奶 滾了之後我們就可以加入 調味料 就是葉和胡椒粉 現在把蛋液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第一時間不要攪拌 等它一會兒再輕輕攪拌一下 30秒後就可以關火了 今次會用到大甲的手工素麵 乾拌也可以、放湯也可以 做兩個麵 火腿粟米肉粒配大甲手工麵就完成了 是否非常方便快捷呢 你都快點回家試下煮吧 不說了 我先吃麵了 下集再見 拜拜